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就喜欢跟着我老妈去菜市场 不是因为别的 而是因为菜市场外面那个肠粉摊真的很好吃 然后读了大学 我们就跟室友经常去学校小西门的菜市场 那里的东西又新鲜又便宜 我们就买东西回来到宿舍使用违规 使用大规律电器大火锅 到各地旅行还有出差的时候 我也会观察当地的一些菜市场 发现了非常多有意思的事情 比如我在贵阳 发现他们竟然有超过20种豆腐 你们有吃过超过20种的豆腐吗 比如像现在这个 是他们当地特色的一个菜豆腐 它是把蔬菜跟豆腐混在一起的 还有一种叫做豆腐圆子 就是把豆腐弄碎了之后 然后搓成球再炸的 这种豆腐跟菜豆腐都要配贵州当地的蘸水 就有汁根的那种蘸水 味道特别好 菜市场的陈列也非常的有特色 这是我在福州见到的菜市场 这个福州的菜市场 它是套陷在居民楼的第一层 它是名副其实的街市 每一个小店面就是一个摊 住在楼上的居民 他们是痛病快乐者 对他们来说 快乐就是一下楼就可以买到新鲜的食物 但是痛就是肯定每天早上都被吵醒 不能睡懒觉了 还有的就是摊贩 他做生意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就是他们会使用各种各样的那种策略 比如说我在广州海珠区的 这个就观察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摊贩 那是个卖淮山的大哥 在他的摊位 只要你买的东西一次过称重 称到是幸运金额就可以利减 比如这个是吧 五块二利减三元 那天我就试了一把 然后一称上去五块一 我跟老板说 能不能再给我一根 他说看你对我那么感兴趣 我就给你再试一次 然后家里小块进去 五块二利减三块钱 他就说这个是我的运气 是他拿不走的 后来我就到美国念研究生嘛 然后发现美国是没有菜市场的 他们都是超市 我也跟老美一样 每周去一次超市 去买东西 填满我公寓的冰箱 然后后来我查了一些文献 发现美国从1970年代开始 所谓的零售革命 这是一个超市取代 传统的小资厂的过程 到现在美国80%以上的这种食物零售 其实是由沃尔玛等 连锁的超市巨头控制的 已经没有多少传统市场在了 那么我们反观一下中国的情况 中国的菜市场是有的 的确是脏乱差 是吧 就是那个地上湿漉漉的 没办法下脚 然后还有一些奇怪的 混杂的奇怪的味道 比起超市以来 那个菜市场都是小摊小贩 他们的经济效率好像也没有那么高 所以当时就有很多专家学者预言 他们是根据现实做的判断 1994年 那个加勒福已经进入中国了 接着沃尔玛也来了 我们本土也很多连锁超市 那么我们会跟着美国的步子 也发生相同的零售革命 菜市场会全部消失不见 被超市取代吗 这个预言没有成真 二十多年已经过去了 这是我获得的最新的数据 这是去年的 在上海还有800多个菜市场 广州现在有584个菜市场 南京还有360个 就是在我们最发达的城市 菜市场依然有它生存的空间 为什么菜市场可以在中国生生不息 推动菜市场蓬勃生机 背后的因素是什么 带着这些问题 我做了一些历史的调查 其实菜市场在中国 它远远说不上是新鲜事物 它最早是起源于宋朝 宋朝就仿式分制 仿式住的地方 市就是街市 就是菜市场的雏形 近代的菜市场 就是室内的这种 有建筑物形制的 最早是出建在上海 这是上海著名的三角地菜市场 这个是给在租界的外国人买菜用的 然后到了我们建国以后 菜市场就成为了我们食品流通体系的一个核心 因为建国之后我们采取的是统购统销的制度 从农村里面收的食物 统一在城市里面统一通过菜市场来流通 而且人们要凭票凭证才能到菜市场里面买东西 所以当时尤且只有菜市场一种选择 到了1980年代 我们的钱包鼓起来了 改革开放了 然后各种消费需求也变得非常旺盛 这个时候就掀起了一个叫菜篮子工程 在这个政策的鼓励之下 各地的菜市场都开始有一股建设风潮 我们现在建到的大部分菜市场 其实都是那个时候建立的 比如这个图片展示的就是92年的春节 北京著名的东丹菜市场的盛况 当时我的导师也问我 说你博士论文要做什么题目 我就老实跟他讲了 我说老师您听过中国的菜市场吗 我就想做研究 我选了个地方 选了海南 单纯是因为那里的海鲜非常多 其实是因为我在那边有一些政府方面的朋友 我在海南 2016年过去 在那边待了一年零两个月 逛了他们全省17个市县的非常多的菜市场 也遇到了很多有趣的人和事 我在一个很大的市场旁边 住了一栋小房子 每天早上推开窗 可以看到鱼滩 有鱼贩子在那里叫卖 然后进市场观察也很方便 当时真的是人是兴奋的 因为对于我来说 海南的菜市场也是个新鲜的事物 比如说我在鱼滩上面 真的就见到了很多梦寐以求的海鲜 这个鱼它叫海石斑 它有一个胖娃娃那么大 然后还有各种不知名的野菜 这个叫四角豆 这个叫革命菜 就是他们很多的卖给游客吃的 但是它的味道是相当地好 而且在市场里面人来人往 非常的热闹 你就每天被那种兴奋给裹挟着 是吧 但是呢 也不能只观察呀 你还要去问 就是要了解 它是市场背后的运行的一些逻辑 所以我就开始接近那摊饭了 我说自我介绍 说我叫谁谁谁 我是研究生 我想来这里做一点调查 然后很多 我是趁着他们生意没有 那么忙的时候问的 那很多摊主 他其实是一脸狐一地看着我 然后大家都不知道 研究 为什么会来车厂做研究 都很难相信 而且大家看看 我当时的打扮是这样子的 他们就直接问我说 老板 您想在这个市场搞批发吗 然后我又不死心 我又转了个摊位 我就继续问 那些还有的摊饭 就把它解读成说 我是来试探他们的商业机密的 然后我说 你也想在这里做生意吗 我们的生意很差的 不要来 后来没有办法了 我就又想了一个法子 我以为自己很聪明 我走到一个海鲜摊那里 问那个老板说 我说老板 你们这里要不要免费的工人 我可以免费帮你们打工 这个年头免费的打工人 不就让我看起来更加像是商业间谍吗 我自己碰我 靠我自己碰壁是没有办法接触他们的 我是靠我的熟人关系 然后找到了一个卖马胶鱼的摊位 在那里开始了我的摊贩生涯 然后我还不仅卖鱼 我还卖菜 我还卖猪肉 反正我整个市场到处逛 我以各种形式参与了他们的生活 因为慢慢地就取得他们的信任了 这种进货 去码头进货 以及给客人送货这种算是小case了 还被邀请到他们家里吃饭 我应该是市场唯一一个研究生 那你辅导一下我孩子的作业吧 还有个说 那你文笔应该不错 我最近遇到了一点婚姻问题 然后还帮他们写过婚姻协议 收账这件事情也比较有意思 因为他们有的是给那些海鲜店送货 但海鲜店它不是日节的 它是月节 生意差的时候就不会如期给钱 所以我们要或者脸皮去收账 要挑准时机 要趁晚上他们快打烊的时候去 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柜台里面有钱 老板就不能以没有钱来拒绝我们 静悄悄地找一个角落 坐下 不要打扰他们做生意 但是你也要足够地坚强 就要给老板一种 你不给钱 我们今天晚上就不走了 就这种架式 坐在那里才可以把钱收到 我还参与了他们的其他的一些活动 准确来说应该是观察 就是他们有的还会 有时候会组织到乡下 进行各种各样的请神仪式 就他们什么时候进货 到哪里进货 来请求生意兴隆 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通过参与他们的生活 然后让自己被感受到 我也是个有用的人 不完全是从他们来获取信息的 这样才能发现 摊贩生活真实的一面 也发现菜市场真实的一面 我一共记录了113个摊贩 真实的人生故事 惠姐是我认识的其中一位 左边这幅图展示的 就是惠姐的摊位 她现在有三个连接的摊位 一年收入个20多万 是不成问题的 但是她年轻的时候 也是从小生意开始做起 她跟我说 她的八字跟读书不合 所以她八岁就辍学了 很多摊贩跟她一样 其实文化程度不是特别高 但是也不妨碍他们做生意 惠姐她13岁 她就跟着老妈一起 走街串巷地这样去卖鱼 很多摊贩也是从地摊开始做起的 因为她没有钱 进入到正式的市场做摊位 15岁开始她单干了 但是单干的头两个月 就把她攒了半年的2000块钱亏光了 因为她什么鱼都想进 后来发现这样下去不行啊 要破产了是吧 所以她就开始开动脑筋 发现原来不同的消费者 她是喜欢不一样的食材的 比如像冬天 海南有很多东北老人来的时候 他们是喜欢吃带鱼的 然后如果附近工人比较多的话 他们就喜欢一些便宜的鱼类 所以这样积攒生意金 她的生意就慢慢地会好起来 她给自己总结了两条最重要的 一个是勤奋 基本上全年无休 早上五点开摊到晚上八点 一个是诚信 从来不缺金少两 才导致了她今天生意的成功 但是生意是一个人做不完的 她的老公成哥 就是成功女人背后的那个男人 每天早上凌晨两三点 成哥就要去渔港进货 每天挑的渔货可能有二三十种 然后再运到摊位上面 让惠姐去卖 这个是他们挑货的一些场景 他们的海鲜有好几种不同的来源 第一种就是开小船的 小船只能进海捕捞 这个小船你如果要获得他们的渔货 你还要认识船家 因为有的船家他就自己卖了 或者给自己的亲戚卖了 你要认识他才会给你 但是这个就比较新鲜 还有是第二种来源 就是开大船的远洋捕捞 他们捞上来不是船家自己卖的 因为量比较大 他们是通过代销来卖 这种代销也是跟他们有生意关系的 可能是亲戚朋友 要获得那个大船的代理权 它一开始要形成一种绑定关系 也就是说比如说我想卖你这船鱼 我要给你两三万块钱 你以后这船鱼都给我卖 然后所有的营业额的5% 就会作为我的筹金 是这么一种关系 所以做海鲜生意 是需要很广泛的这种社会支持的 惠姐首先她的舅舅堂弟妹夫 她自己都有渔船是吧 所以生意上会有一些照应 在源头的供应上面 她就会比别人先行一步 然后诚哥她之前她自己在码头上面 是做船工的 所以她对海鲜非常熟悉 她也跟代销之间建立了很强的 这么一种信任关系 所以他们的生意才能做得那么好 如果是陌生人的话 是很难进入到这个领域里面来的 码头基本上是一个熟人社会 而且它的关系网络相对来说比较稳定 正是基于这种稳定的社会网络 加上他们不计投入的这种高强度的劳动 才能保证海南的海鲜是非常短时间 就从海里到了人们的餐桌上 这个海鲜呢 其实上它是一个产量高度不稳定的 这么一个事情 它的源头就意味着 它的产量波动是非常大的 靠天吃饭的一个行业 所以这些鱼货它就不会流通到超市 超市需要稳定的东西 需要产量大的东西 它只能通过这种层层的生意关系 给流通到菜市场 而海南人它是三餐都离不开海鱼的 所以只有菜市场才能满足 他们对这种海鲜 新鲜以及多样化的需求 我指的只是海鲜的一个例子 其他食物的品类也是类似的 我认识了另外一个人叫标叔 它是卖猪肉的 标叔最喜欢跟我说的一句话 我也喜欢听的就是说 小妹 我请你吃早餐 我就跟她去吃早餐 标叔她在市场里面卖了 二十多年的猪肉了 现在五十多岁了吧 她最开始是被她一个老乡 给带上到的 她的一个表叔 她是海南万年人 其实很多摊贩 也是从各个乡下 就是有农村背景的 他们是属于农村到城市里面的移民 菜市场在菜市场里面工作 就是他们在城市扎根的一个希望 而且这个猪肉行业 它有一个现象 就是叫同乡同业 基本上在海南卖猪肉的 有一半都是万宁人 如果你在卖猪肉那个区域 大喊一声说 谁是来自万宁 可能有一半的猪肉老 就会向你回头 标叔说 他当年跟着他表叔 一口烟的功夫 他就学会了怎么干这行 就会开始自己动刀 切猪肉了 是展现了非常强的天赋 所以他能做事 做这么长时间 但是他的收入 其实是随着猪周期波动的 猪老板笑的时候 他要哭 猪老板笑的时候 就意味着猪价高 然后猪价高 大家对肉类的消费 相对来说就会低 然后就卖得不好 少的时候 一头猪一天 只能赚个两三百块钱 多的时候可以上千块 大家看一下 这个波动也是非常大 甚至有时候要亏钱 标叔他年轻的时候 他也很勤奋的 其实他年轻的时候 一天卖两三头猪 但是他现在不了 他现在一天只卖一头 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勤奋 他在市区中心 攒着他房子 为什么现在是一诺佛呢 就是因为 最近他的房子要拆迁了 但是他跟他老婆 依然坚持每天卖猪肉 因为他们觉得 除了卖猪肉 不知道干啥好 还不如当活动身体 所以还是每天早上 五点钟准时来到猪肉摊 开摊 他们分工也很明确 就是标嫂负责 照看那个摊子 然后标叔负责去送货 标叔有很多熟客 而且都是认识很多年的 就是比如说有开海南粉的 香味饭店的 海鲜店的 海鲜店的 早餐店的 各种 就是周边的小商业 其实跟菜市场的摊贩 它的联系是很紧密的 他们也形成了一个 比较成熟的 这么一种生意网络的关系 标叔除了给他们送猪肉 有时候还会愿意帮他们 顺便带一些调料 蔬菜这种东西 所以是全方位的服务 而且价格还能保持一定的低廉 其实据我统计 61%的摊贩 他们都跟周围的小商业 保持着这么一种 稳定的商业关系 甚至他们通过这种 一下子卖比较多的 这种联系的方式 他们赚的钱 比他们卖给单独的顾客 还要多得多 我们说菜市场其实是 非连锁小餐饮的心脏 菜市场是源源不断地 给这些小餐饮供给地道的食材的 如果没有菜市场 那么这些好吃的餐饮广子 他们也可能随之消失 这也是菜市场 它的一个可以给自身 带来活力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标叔和标嫂 他们只开半天夜 下午是绝对不出摊的 因为那是他们专属的休闲时光 标嫂会去唱卡拉OK 标叔会去地方的 叫做老爸茶的茶馆 叫上一壶茶 一碟花生 跟他的朋友们打牌聊天 赚钱彩票 他跟我说最多的时候赚过五千块钱 但是很快就请朋友吃饭 花光了 其中也有我的一部分功劳 因为他请我吃早餐 而且还不止一次 那么我除了了解摊分的生活 我要了解顾客是怎么想的 我要接触广大的人群 海南人他喜欢饭后到海边散步 所以我在海边逮着人就聊天 我这样聊了三百多个 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我是冬天做的调查当时 发现三百多个人里面 有一百多个人都说他们来自东北 后来我才发现 这群人有个特殊的名字 叫后鸟老人 其中梅姨就是我认识的 其中一位后鸟老人 为什么叫后鸟 就是因为她来自吉宁 她跟她老爸已经六七十岁了 他们是每年十一月到海南 然后次年四月开春的时候再回去 她跟后鸟的歉移时间是一样的 因为海南他们当地的气候比较好 这些老人大多数身体上 它是有不舒服的地方 有的是有疾病的 所以在海南他们觉得可以安心养病 然后又可以经常去走走逛逛 空气也比较好 所以喜欢到哪里去过冬 其实像梅姨这样 每年到海南过冬的后鸟 会超过一百五十万人 还是一个挺可观的数字 因为海南全省的人口也就八百多万 菜市场是候鸟接入当地的一扇窗口 透过一个个菜市场 他们才得以慢慢摸清陌生城市的脉络 梅姨对哪个菜市场卖好吃的 哪个菜市场便宜 哪个菜市场有特殊的 她喜欢的东西 她知道的门儿清 比我知道都还清楚 因为他们啥都没有 有的就是时间 所以可以到处逛 逛菜市场就是他们最重要的休闲活动 梅姨喜欢逛一个叫早市 早市是很特殊的一个菜市场 他们是专门为后娘老人设的 只存在后娘老人在的这半年 从早上四点开到早上七点 城管来了 要赶人了就走了 赶紧走 在这个早市上面可以买到一块钱一斤的大白菜 这海南的菜是很贵的 一块钱一斤的大白菜 就是白菜价 很便宜 为什么能做到那么便宜 我们从蔬菜批发市场开始讲起 所以有的批发商误判商机 不得不见卖的品种 就到头了 就卖到头卖不出去了 就便宜卖 这东西就留到早市 而且在早市里面可以讲价 梅姨她是集体主义时期来的人 对于那辈的人来说 节俭就是他们骨子里面的性格 省到了就是赚到了 所以她特别喜欢逛早市 除了逛早市呢 她还喜欢从市区的家里面 坐上16路公交车 框吃框吃一个半小时 到郊区的自由市场 买上两根黄瓜 几根芒果 这些东西都是附近生产的 可以直接看得到 她叫田间地头 到市场里面的过程 买上这些新鲜的东西 然后再框吃框吃 一个半小时回到家里面 这半天就过去了 有时候梅姨跟我说 她也不是说不为了买某些东西 她就是看到市场里面有那么多人 有那么多人在努力着 有那么多人在绷忙着 有那么多新鲜的食物 她感觉到很安心 她感觉到自己年轻了 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说 测试场还有非常重要的社交功能 这种社交 它是不分性别 不分年龄 背景 收入的 就你在测试场里面 所有这些万千有趣的人和事 共演一炉 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 是在菜市场里面时刻发生的 它未必是唠嗑 它有可能是其他的 这么一种互动的形式 才造就了这么 非常活饰生鲜的一个场域 所以对一些人来说 菜市场 它的社交 才是这么一个特殊的存在 在田野的后半段 我观察到菜市场的一些变化 有些市场 它在创造文明城市 和创造卫生城市的政策刺激下面 开始改造 比如说在三亚 在2017年初 他们是在一个月之内 就改造了全市33家菜市场 速度非常的快 这是改造后的市场 大家看看 这个通风 照明和排水 都极大的提升 这些基础设施 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但其实这个对 无论商家还是顾客来说 是双赢的事情 大家买得开心 卖得开心 其实有些建筑师和设计师 也会参与改造 他们创造了一大批 现在所谓的网红菜市场 比如我展示的 就是苏州的双塔市场 大家去旅游的时候 也可以看看 此外的例子 还有上海的屋中市场 还有北京的朝内南小街菜市场 这些菜市场成功地改造 就证明 其实它也可以某种程度上 适应我们的城市生活的 也可以某种程度上 吸引新的年轻人的关注的 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 这种改造它是有表不及理的 它只是外面的设施换了换 但是它并不会改变 菜市场内部的一个经营结构 还是原来的摊贩 卖的还是原来的东西 后来我又到北京 我想做一下比较研究 我到北京 那是一年春天 那时候那个杏树刚好变黄 非常的美 我就骑着共享单车 在北京三环以内扫街 我就打开百度地图 一个一个菜市场的逛 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很多菜市场在地图上面有标注 但是它们已经消失了 比如我现在拍到的这个 是2016年猜除的天陶菜市场 现在已经是停车场了 我还发现很多菜市场 已经变成高档小区了 这个其实是源自菜市场 自身的一个叫中心跟边缘的矛盾 中心指的是 它们是位于城市的中心 它们占的地都是非常值钱的 这就成为了房地产开发商 当中的一个肥肉 所以它们就盯着菜市场 把它变成了高档小区 当然也有一些补偿的形式了 菜市场消失之后 比如我们看到 北京它是有很多小门脸的 就是胡同里边 把这些小门脸给改造成为 卖肉和卖菜的地方 也有一些便名超市 有的连名字都没有 这张照片显示的就是 偷偷地卖菜 然后旁边这个黄域工人 也很开心地参与 就是这些补偿形式 我们说是无奈的选择 老北京买菜 其实现在还是挺难的 就是它们在 无论在品种上 在面积上 也没有办法 还有新鲜程度上 都没有办法跟菜市场相比 而且菜市场 我们刚才说的 刚才那种社交的功能 或者说它链接 城市小商业的这种功能 它也这些补偿形式 也不是完全能承载的 所以并不能完全填补 菜市场的空缺 另外一种情况 就是菜市场依然保留 但是它被试生化了 意思就指 它的经营者 它不是单家独户的摊贩 它是一些食品公司 它的食物价格会涨起来 它的服务对象 会变成高收入的人群 其实除了这些菜市场 最大的问题 或最大的挑战 跟年轻人相关 我从南京菜市场协会 获得了一组数据 说他们现在全市 有360家菜市场 中老年的顾客 占据80% 53%的菜市场 营业额逐年下降 我想问在座各位 因为你们看起来 都比我年纪小一些 经常去菜市场的举手 前阵有个朋友跟我分享 说他们班上有87个学生 其中只有三个 是经常去菜市场的 还是为了去陪他们爸妈 现在年轻人 不去菜市场的原因 也很简单 就是因为 每天996天天吃外卖 连做饭都没有时间 干嘛需要菜市场 即使有的周末 需要菜市场的话 那打开手机滑一滑 是吧 30分钟送菜到家 从菜市场那里 抢走年轻人的是谁呢 其实我在海南 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菜市场外面 往往就会有一家超市 他们是在一起的 是一个互补关系 而不是竞争关系 大家在菜市场里面买菜 然后在超市里面买日用品 现在超市也跟菜市场一样 其实是一个 走下坡路的这么一个过程 真正对菜市场形成挑战的 是我们的社区生鲜店 比如像在广州的钱大妈这种 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 河马先生 以及大家经常 可能经常用的一些 手机的团购的APP 这些团购的APP 他们凭借着价格补贴 它可以卖得比菜市场更便宜 这也挤在了菜市场的生存空间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 补贴之后呢 假如菜市场真的消失之后呢 说不定 我们就会变成韭菜 这只是个预测啊 于是就有人问我了 说钟老师 那么你觉得菜市场会不会很快消失呢 那么我的简单答案就是 在可预计的未来都不会 菜市场这种单家独户的经营形式 是比较好的接入我们现在的 这么一个食物流通体系的 菜市场 它的社区年性非常高 它是根植于社区的 它有一批忠实的拥顿 就是我们的中老年客户群体 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 都给它了一定的生机 可以让它在城市里面 持续比较长的时间 最后 我想我们需要反思的 不仅是哪里买菜的问题 而是考虑一些更高层次的 或者说更其他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我们有没有在 掌控我们的饮食生活 我们有没有在培养一种亲密的 跟食物之间的关系 甚至我们有没有在反思 是谁在生产我们的食物 这种大规模农业 对于农村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不是说 菜市场是能引发 这些思考的唯一途径 但是它是最容易接触 也是最广泛的途径 菜市场的热闹 它的人情味 在千篇于律的生活当中 它是独一份的 我们现在每天的生活都重复 每个城市的表面 看起来都很像 但是世界上却找不到 一模一样的两个菜市场 所以我非常鼓励 大家有空的时候 一定要多去逛菜市场 在那里发现更多生活的精彩 更多可能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